現在偶爾都會聽到別人說 一天就賣了 根據Investopedia 當市場房屋的負儲量 低於六個月的時候 這個就是賣方市場 我們現在的地產市場 絕對是一個賣方市場 但是無論賣方市場有多激烈 當我聽到別人說 一天就可以賣出一間屋 我就會覺得很可惜 你想一下 賣東西賣得這麼快的時候 當然是跟價錢有關係 換句話來說 你極有可能是賣低過 你可以在市場上得到的價錢 如果你想得到最大的收益 你一定要有一個 獨身訂造的銷售方案 而不是一天沽清的方法 Hello 我是Tracy Choi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地產的問題 我會樂意去回答你的